2019年换新机 小白油品商城新增笔记本分区 新增系统回收 全网高价 买品质二手 卖高价回收 就来小白油品 赶紧扫码上车 小白油品只为价值买单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第六十三期的 白问我是王炯 今天也是我们2019农历新年的第一更 先跟大家说一声新年快乐 开工大吉 这一期视频也是积压了我们过年期间 很多很多问题 过年期间我们之前是放了一期白问的 一个去年的年终小组结 如果你没看过的话 可以去看一下 也都是我们白问小栏目的一些大数据 另外我们在新年的视频计划 也可以简单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在路上的呢就是全球首发量产855啊 这个应该就是工程片的这个联想的 Z5PGT也就是这个855的版本 年前呢我们是给他做了一开箱 数据库呢我们现在是已经更新到小白色 但是这个全面测评呢我们马上就会上线 应该就在本周 OK废话不多说了 干活多屁话少 2019农历新年第一更 OK新年第一个上电视呢是来自微博的小伙伴 魔法少女孙狗兰 他不是说我的V20也是顶配联名版 可是后盖基本没有炫光 听说后壳的炫光明显 我一直跟官方说这个事儿 他们不承认 并且贴吧的人让我换机 他们官方不同意 联名V20到底如何分辨 这个问题啊其实之前我还没注意到 这个你问了这个问题之后 我还特别看了一下 正好我们手上呢是有两台V20的 一个是顶配的联名版 一个是普通的这个版本 首先呢壁纸上就不说了 这个联名版呢肯定是有专门的 这个Moscano的那个壁纸 最主要的呢就是后盖这块啊 这个普通版本呢 类似于就在外边啊 这个镀了一层这个V型的箭头 这个箭头呢是比较少的 看起来确实不是太明显 只有光打上去的时候比较明显 但是这个联名版 这个应该是在玻璃的底层啊 镀了一层 或者说是镭射了一层 我也不知道用了什么技术 反正是特别特别的明显 这个你不管在哪个角度看 什么时候看 都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这个V型纹路拿起来确实 还是比较酷的啊 如果你购买的是顶配联名版 它没有像我们手上机型这样 非常非常明显的V型纹路 那我建议你换机 如果不同意的话 那我建议你直接投诉 或者说一些维权的办法 OK 下一个是来自版微信号的小伙伴 我的头是面团捏的 那个白哥联想Z5P GT 第一个是看着你开箱 想看一下小终85的实际表现怎么样 纸面的跑分数据还是不止观 不是不止观 纸面的跑分数据 完全没有85的这个水平啊 这个可能是一直没有跟进调教 也可能它这个就是工程片 实际流行跟对比去年的旗舰处理器 这表现怎么样呢?我们实际来给大家测一下 就现在 我们使用骁龙855版本的联想Z5P Pro GT 搭载845的三星Note9 搭载70980的Mate 20 Pro 和搭载A12处理器的iPhone XS Max 四款手机打开破解画质同时观战 搭载骁龙855处理器的联想Z5P Pro GT版帧率 波动角度 但和其他手机一样也都在55帧到60帧之间 就目前来看 855呢在优化方面还是不怎么样的 还是比较期待大面积量产的855机型 2月20号就要发的这个小米9 但是我估计发完了可能就要等一段时间才能上市 OK 下一个是来自B站的小伙伴尹郁郁郁 可不可以帮我看一下魅族16X的充电器缩水是怎么回事啊 就是官方有没有说一个事啊 我的充电器缩水成了18吧 房上又不少人的充电器缩水了 我们手上这台这个16X的充电器在这里啊 我实际看一眼呢 它是12V2A的 也就是最高的到24W的 确实16X在之前P4的机型中呢 它附送的都是24W的这个Type-C的充电头 你用18W的它还是15W 所以说这个充电头啊 可能让你心里边有一点点不舒服 这就是把24W的变成18W的 但是在实际的充电功率上它是一样的 但是这个魅族没有在官方说这个问题呢 也确实不应该这个充电器功率更换的 应该有义务告诉大家 下一个是来自白微信公众号的小伙伴白川 这几天网上看到新的挖孔屏技术啊 就是之前展望的那种屏下摄像头 这个自己看不怎么明白 就用我们白话科普一波 这个最新的挖孔屏技术呢 其实就是三星OPPO这边呢 也都有曝光 但是一直没有真机出来啊 只是说一些技术上的曝光 或者说一些猜测 可能它一直量产不了 因为这两个呢 都是他们申请的这个专利 也就是屏中屏技术 什么意思呢 非常简单 就是现在的这个挖孔屏 咱们现在是有一个黑圈 有一个黑点嘛 它在这块呢 又做了一个屏幕 也就是两个屏幕叠在一起 然后它这个里边这个小屏幕呢 也就是摄像头这块这个屏幕 是经过一些特殊的工艺 或者说特殊的技术 这个屏中屏的确实非常炫酷 这个详细的内容呢 可以在我们的白问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 屏中屏这三个字 给你一个可以说是目前最先进的 屏幕技术的一个解读 在专利阶段确实还非常炫酷 下一个是来自微博的小伙伴陈一天 您好小白 过年好 过年好 我想问一下小白有品 最近还有没有前两天 99新的华语P20 或者是OPPO 27 Pro 前两天看中了 今天想买发现没有了 有什么机型推荐吗 去年的一些旗舰机型 你说P20就是比较老的 这些机型的价格呢 都是跌的比较快的 就是相较于目前网上的这些 价格空间的都是比较大的 所以说很多小伙伴都买 基本上一上线就会卖掉 而且货源也比较少 因为99新吧 这个机器基本上跟新的是 没有什么差别的 或者说就是新的 这只是拆过了而已 我也没什么好的办法 我建议你呢 就是时常的去刷一刷 像之前说的 这个小白品商城 大家有事没客去逛一逛 没准就能这个是吧 减一个漏 OPPO 27 Pro 这台机器也是同样的道理 还有什么机型推荐 你没有说价格 也没有说需求点 不太好推荐 反正你去商城去逛一逛 看着好的 直接买就行了 OK来自B站的小伙伴 DDR类 这名字好飞主流 这个玩地龙玩地龙 我想问一下 现在B站很多UP主的两三千 在淘宝上买了零件 自己组装iPhoneX 可信吗 国产屏加无面容64G 然后加上后盖窘成 这样的iPhoneX 会不会有问题 第一次提问求商店市 这个我其实早就知道 这个自己在网上买件 不光有这个组装iPhoneX 还有什么三星的一些旗舰机 也都有 我特别严肃的跟大家说一下 仅限于动手能力 非常非常强的小伙伴 如果你基本上没有拆过机 或者说没有有过 这么维修机的这个经验的话 非常不建议大家这么玩 这么玩的是很容易出问题 装起来看着好像挺简单的 但是比如说在装的过程中 比如说你有些螺丝没有凝稳 或者说有一些地方闭合不严 这台机器可能会出现的问题 就有非常非常不耐出来 或者说稍微溅上点水 你缝气比较大 因为你上的公差比较大 给你进水了 或者说是一些短路问题 都是有可能出现的 虽然说看着 好冷 虽然说看着很炫酷 但是还是建议有组装经验 如果没有的话 不建议大家尝试 搞不好你这两三千块钱 回来就变成废铁 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OK 下一个来自版本微信号的小伙伴 哼哼哈哈 屁屁 你好 最近想买手机女生 想从荣耀V20 NOVA3和小米8里边选择一个想用的性价比高一点 第三块手机哪个好呢 3000元左右的机型推荐 目前3000元左右的机型推荐 那肯定还是V20首选 因为V20是最晚发布 到现在来说也就是最新发布 NOVA3和小米8相对来说都比较老了 尤其是小米8在颜值上也是不占优的 但是V20也是有一些缺点的 在我们的全面测评视频之中 把它的缺点也得跟大家讲顺序 比如说它屏幕是有边缘泛黄的问题 就是LCD挖孔屏不可避免的一个问题 这是你需要注意的 OK 如果要是想购买3000元左右的机型 直接去看我们频道里边的 这些旗舰机型的横屏就可以了 在现在来说的话 一加6T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是速度最快的845机型 但是我还是要说一句 现在就有一点49入国军的那意思了 因为马上85的机型就来了 我建议你等待一个月 或者说一个月多一点 因为一开始供货可能不是太多 不太豪卖 好了 新年定一更 第63期的白问 我们就先跟大家聊到这了 在新的一年 我们这奖品也给大家换换新 但是暂时我还没有想好送什么 但是这期也抽 不是说这期就不送了 还是在我们的百分明信公众后台回复 干活多 屁话少 这个规矩没变 这六个字 送出一个神秘礼物 下期再跟大家公布 好了 第63期白问 感觉我都很喜欢 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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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很冷很冷很冷 感动了 新年 新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